牛皮革和牛皮的区别 牛皮通常是指从牛身上剥下来 还没有经过脱毛和任何加工的生牛皮 以其生理角度而言 是由于真皮中含有网状的小纤维素 因此具有相当的强力和透气性 表皮位于毛发之下 紧贴在冰真皮的上面 由于不同形状的表皮细胞排列组成 牛皮革 生牛皮经过脱发和酿制等物理化学加工 所得到的已经变性不易腐烂的动物皮 在经过修饰和整理做成的材质 极为成品革生牛皮有臭味 易腐烂而且很硬 没有韧性和弹性 不能成型加工等 牛皮革是由天然蛋白质纤维在三维空间 紧密编织的构成 革的表面会有一种特殊的地面层 具有很自然的光泽和颗粒纹 手感非常舒适 地面层有很多